3个蛋黄 250毫升全脂牛奶 1个香草夹 在牛奶锅里放入牛奶,香草夹后加热 牛奶开始沸腾后关火 静置15-20分钟 使香草的味道融在牛奶里 在蛋黄里加入500克糖 把蛋黄打发 加入面粉 25克黄油 等香草的味道完全融入牛奶之后 慢慢地加入蛋黄 直到牛奶变浓稠 面粉可以使奶油变浓稠 加入的面粉越多 奶油就会变得越浓稠 将奶油倒入碗里 用保鲜膜封口 防止奶油表面洁皮 在使用之前 先放在冰箱里 让它完全冷却 把糖和蛋黄一起打发 再加入切成片的黄油 等面揉的光滑均匀之后 加入过筛后的面粉和泡打粉 混合均匀 把面团均匀地摊在两张油纸上 擀成5毫米厚的面皮 冷藏至少一个小时 为了完成蛋糕底的制作 您需要用模具 把它切成需要的形状 将面团压到模具底部 200度烘烤15分钟 出炉后把中间向底压一些 以便放入奶油和草莓 把奶油装在裱花袋里 然后均匀地挤在蛋糕上 草莓切片后均匀地铺在奶油上 放入奶油上